台北市立體育學院 的這個園區當中 它總共有六個組件的作品 待會會透過導覽一一 跟各位朋友們 來做說明與介紹 我們看到第一件作品 它是用棒球棒 用層層疊疊來做呼應 這代表傳承 跟一棒接一棒 有一個延續的意義 那看完棒球棒之後 大家會想 手套 這孔金的棒球手套 是一個街道家具 這個作品名稱叫做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對於棒球運動員來講 就是兩好三壞的狀況 它就會非常緊張 對於投手或是對於打者 它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時刻 在這個街道家具上面 它其實是希望讓大家可以 坐握在這個空間上面 在這個物品當中 這個作品的主題呢 它叫做最棒的巨人 那當然從這樣的一個空間場域當中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它其實為了要呼應 整個棒球場的場域 它就很具象的放了一個很巨大的棒球棒 這上面的球棒它總共有四百六十根 在我們看這個建築物立面上 它其實是有一個皇冠造型的鐵絲網 還有不鏽鋼柱 它就把原來鐵絲網裁切之後 把它拼貼成一個皇冠的造型 下面它扭曲的造型 它其實是一個人的腳 當你扭曲揮棒的時候 它有一個造型 它的雙腳還有中間藍色的部分 是一個腰身扭曲要揮棒出擊的一個動作 那上面C的這個造型 它是一個捕手的手套 它的位置也剛好呼應前面 它就是天母棒球場本壘板的位置 所以它是在空間軸線上 是有一個互動的可能 電影箱它做了一個包覆 然後它是運用視覺的一個戰流 還有一些挫折 就是在我們看過去的每一個角度 它透過去有可能是什麼樣的景象 它都把它一一呈現 透過輸出放在這個便電箱上面 這個作品的名稱呢 它大的標題叫做利於美 那比較小的標題叫做鐵漢碑 藝術家透過這很多 幾何造型的拼貼 去訴說所有運動家 他也是有一種理性的邏輯思考 判斷用什麼樣的技術去贏得比賽 這些藍術它的一個重要地域性的精神象徵 所以藝術家他特別用了 藍術故事 藍術故事 這樣的一個公共藝術設置的主題 來成為它規劃設計的理念 他希望在這個大道當中 他運用一種低調 然後又可以跟都市空間 相互做結合的一種概念 來成為它移樹創作的一個可能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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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